一輛公車行駛在路上 卻被民眾拍到 後車門竟然沒有關上 讓民眾嚇壞 就怕有乘客站著 一不小心就會摔下去 事發在基隆 17號上午尖峰時刻 這班公車占運不少乘客 只是在車門沒關閉的情況下 一路從東興國小開到基隆女中 路程長達500公尺 車程約10多分鐘相當危險 很危險 很恐怖 會怕 關好我們204公車 那最近的話有發生公車 我們車門故障 導致車門整個的話 在行進的過程中是開啟的 也導致我們人員等於說有受傷 而且有發生危險的一種情況 我覺得在行進的過程中 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的話 如果說換作我們本身在搭乘的人 是不是感受到說非常的危險 市議員韓世玉接獲民眾陳情 向公車處反映發現這輛中型公車 市市府在8月購入車齡9年的中古車 當時買了4輛 目前這4輛全部都進場檢修 那個是車子在行止中的時候 車門臨時故障 我們司機低價的反應就是說 把乘客疏散完之後 立即入場維修 並停止載客 經過我們本處的通盤檢討之後 我們就這款的車子 因為這是今年交的新中古巴士 所以我們對這輛車子大藍膠的車子 再重新做檢查 從之前到現在 前幾年一直接二連三有發生這樣的事故 那是不是說我們公車的話就做通盤的檢討 跟做一個改善 還有就是我們人員的教育訓練上面 也要做一個加強 而且呢 市議員的話在議會呢 已經有提過非常多次了 那希望說呢 我們的市公車呢 能夠得到全面的汰換 我也希望呢 我們的市府呢 能夠加緊腳步 就用市公車 上週才發生車門故障 導致富人跌倒受傷 這一回市議員韓市域 又接獲民眾陳情 車門關不上 市議員呼籲市府要全面檢修 加速汰換老舊公車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道